要入座 就看这个小胆小帅 小胖小怪小酷小豪小拽 里面谁是坏人 怎么又有蓝啊 MT199年8月20日晚 在本市的迷雾森林里 发生了一起故意伤人事件 被害人陶小柯 他在水中被发现时 脑部受到重创 昏迷不醒 后送到医院抢救 被诊断为植物状态 及肺部感染 窝床一年后 陶小柯病情加重 于MT200年8月27日 23时33分 死于肺部感染 引发的多器官衰竭 今天我们就要还原 MT199年8月20日 那晚的事件真相 找到要为桃小柯死 负责的凶手 接下来 你们将通过分组情景演绎的方式 来获取线索 要演吧 就让舞台都在这了 那么 第一组上场的是谁呢 让我们有请四号和八号 请四号拿上审判桌前放置的表演道具 手机 手机在这儿 根据你们各自对面提词器上 所给到的排词内容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四夕片段 四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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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导演 补导 演员 补导 演员 衣就位 好 排队 好 三 二 一 开始 没打电话 我要打你电话吗 当面说 当面说 干什么 怎么着 能不能演 能不能演 我们有这些 我们有这些 但是我们还能演 我们有这个 相称的 小胖 你说那小子 是不是脑子抽疯了 小 小拽 你 你是在说小柯吗 四号是小胖 八号是小拽 别在我面前提她名字 主办方让她 从我和小拽 主演的两部话剧中 选一部上艺术节 他竟然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小猴 这物语心也太强了 你说是不是 但是 那是什么但是 我把他当兄弟 他却 他却有无子的无情 他太过 太过分了 谁给你打电话 小柯电话 什么小柯电话 怎么临时改词呢 对 三 二 一 重来 用力 行动 没谁 小拽 你接着说 对 还有那个小豪 我就搞不懂了 为什么小柯和小帅 都帮着他 你说 我难道不比小豪好 对 小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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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最棒的 导演 这个大戏也有 我跟他刮不下去 我最崇拜的就是你了 对 我 小帅和小柯才是蜜桃中的 蜜桃中学 我和小帅和小柯才是蜜桃中 蜜桃中学的 F3 对 能和小帅演对手戏的 也只有我 对 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要大声 更大声 我不是废物 我要做最棒 对 小拽 最棒 感谢第一组玩家的精彩表演 第二组上场的是 三号和七号 到你们了 请其后拿上你的表演道具 奥数班资料 谁都算了 八本 谁都算了 谁都算了 小帅 上次奥数班发的资料 老师 让我带给你 谢谢你 小宏 怎么回事 你怎么心事重重的 你有时间听我说吗 我憋得太久了 没问题 你说 我听着呢 我提前拿到了这个国外数学系排名第一的名校 义轻集的 我看你 因为那个家人 包包 医生的 你 是吗 是不 我一直不敢告诉大家 我怕大家失望 生气 但是 比起演话剧 我发现 成为一名优秀的数学家 才是我的梦想 这么长的词 小帅 我理解你 一边是友情 一边是梦想 确实很难选择 但现在 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就应该坚持你所热爱的 不过 不管怎么样 你应该找个机会 告诉小柯和小拽 我相信他们 一定会尊重你的选择的 是二屋蔡君 是二居 小柯就在那儿 我们还是晚点跟他说吧 之前因为我们一起上奥数班 疏远了他 小柯好像有点误会 别让他又看到我们 鬼鬼祟祟的在一起 明天就是艺术节了 别想他的心情呀 好 又是一出精彩的演励 最后 让我们有请一号 五号 六号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三位 三位 来嘛 三人一台戏 小柯想呆啊 哥 来 哥 酷哥啊 我给你保证 酷哥 酷哥您说 明天的艺术节 咱蜜桃画剧社一定能够 拿下大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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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 我就正面给我爸爸看 我的远则 是正确的 酷哥说 我就是一个话剧的 天才 酷哥 酷哥 你慢点 酷哥说得对 真的 我没有酷哥 一定必须拿下大奖 对 赵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你在干啥 你看 那是谁 怎么了 我好像看到了 三个人 我往那儿别看了 你往哪儿看 下 下 那三个人 那天三个混混啊 我还敢来 我说得别 我看见他们 我这样一次打一次 慢点 别激动鼻子 他们是之前找你 麻烦那混混吗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 在这 不会是来报复我们的 还敢来 别 那就别怪我再教育 哥 别冲我 酷哥 酷哥 慢点 这样 来 拦 酷哥 等一下 别拦了 要不 就让这个仇 让他报了吧 好 让他去吧 就别杂瓜了吧 看诚说吧 还是 按诚说吧 小单说得没错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明天就是艺术节了 可别在这个时间点 做出来什么事情 对啊 那 算你们走运 算他们走运 你们走 走走 你们走那么快 你等等我呀 你自己不跑 你管谁 三个人 那个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小柯 那三个人在追赶小柯 公公电话 公电话的 是警察吗 是警察吗 我要报警 我刚才看到有三个混混 在追一名高中生 就在艺术节营地后面的 迷雾森林里面 跪下开始痛哭 痛哭 你把层次升上去 他要痛哭 我真的很没用 我就是一个胆小鬼 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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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要用事情啊 好 感谢所有人的精彩演出 所有线索都已提供完毕 接下来 我将给到你们五分钟讨论时间 请完整还原出八月二十日当晚 发生的所有事情 找到要为 淘小柯死负责的凶手 注意 只有你们所有人都选择正确 才能离开房间 否则 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 现在 五分钟倒计时开始 我们现在 先按照那个时间 我们先还原一下 对吧 那我们刚才一共三部戏 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 我们从时间 第一个是谁 这三个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段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段 我们俩之间的时候 他几乎跟小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不对 对 对 我觉得他没有嫌疑的 是你有嫌疑的 他看到小柯以后 你不让他去跟小柯联系 我觉得七号小猴有点像 小猴就感觉明显有阴谋 小柯就在那儿 我们还是晚点跟他说吧 之前因为我们一起上奥数班 疏远了他 他当时想跟那个小柯说 学奥数 他不想说学奥数 我为什么不想说来这儿 因为你们偷偷学奥数的 你们是 学奥数会耽误排剧 就是这个单独也是成立的 对 但是你也可以怀疑 我有另外一个 摸底 理由 还有一个线索 是那个小柯的电话 呼叫记录 里面最后有两个 那个主叫电话 是没有通的 对 你这个地方放在那儿的话 那应该是一个 很重要的线索 在八月二十号 晚上十点钟的时候 连续打了 叫做主叫 就他打给别人 对对对 然后别人是没接 主动呼叫 说那个肯定就是给我打的 因为他打了两次 我意思是说 如果那个地方 如果那个线索放在那儿 还说明这个线索 为什么要打给你 对 小柯打给你两个电话的时候 就是在报警之前 对 那么那个时候 那三个人已经被你们看到了 对 然后小柯也看到了 小柯发现自己被三个人追的时候 他打了那两个电话 为什么小柯会在那个关键情节 打给了你 我觉得很可能是你约他去的 很可能是 应该是 因为反正现在大家 其实自己是凶手 自己是不知道的 应该是 对 对 其他人没有和小柯直接的联系 但是你有 只有打电话是直接联系 其他人们就一起看到 你们三个那个戏的时候 不是说看到三个混混在追他吗 对 只有他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最后我看到了 就他只报警 对 我只报警了 但是我没有去救他 觉得自己很懦弱 对 但我这个就还好 我这个还好 但是我觉得小呆的状态一般 见证性杀人 见证性杀人 那三个人在追赶小柯 就是他在当时那个情境下 就是有一点 一直有一点三心二意的 你的意思是说 他有可能是他叫过去的 然后但是他到那个时候 有一点愚心不忍 然后突然有点后悔 就打电话 然后到后面他又觉得说 是自己支持不了这些事 也合理 也就反悔来说就报警了 对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盘一下 首先比如说第一组的话 对他们俩我觉得 阿普的他是最那个什么 最有嫌疑的 对 向侯 我的嫌疑大于他 对 你的嫌疑大于他 对 然后我们三个里相比较我是最有嫌疑 对 对 然后他们俩我觉得黄子是最有嫌疑的 然后你就你们三个再排一下 我的观点 我是三个里面最低的 然后阿普和黄子的话 我会觉得 黄子会更高一点 因为他有那两个位接电话 我如果真的有这个嫌疑的话 我不会给警察打电话 对 没有 没有 如果当你后悔的那一瞬间起 你报案的时候 已经没有再想这件事情了 因为其实你已经后悔了 但是你没有能力阻止这个事情 不要报案 我直接告诉他们 如果是我支持他们做的话 就让他们别搞了 不是 你告诉他们别搞了 那小柯就知道这三个人 是你叫过来的吧 对啊 还有个问题是 他也没有动机 最有动机的就是小胖和小柯 对 时间到 请投票 那赶紧投票了 我投谁啊 投小胖 必须一起投队 赶紧投小胖 我真的只能投你了 因为你解释不了很多东西 你那两个电话能代表很多东西 投票结束 请看结果 我们看结果吧 你对外公司 我 天哪 我 天哪 这个声音好恐怖 太草率了 太草率了 我 天哪 头发都飞起来了 很遗憾回答错误 三分钟后 开启下一轮投票 那就先都投小方 等一下 他是说他的投票是什么 每个人必须都投对 是不是要每个人都投自己 对 我觉得可以 全部都是蝴蝶像 因为我们但凡这有一环 没扣上的话 其实就根本就不会 导致这件事发生 说得好 细思极恐 鸡皮疙瘩 没有人向害他 但是因为我们都没管 我们相对于 我们都是见解形象的凶手 我们不是凶手 我们是没有制止 是我们的冷漠 然后也不关心 然后最终导致了这么一件事 他没去救 你们也看到他了 没去找他 我们也看到他了 也没去找他 我们有一个人做出 真正及时的行动的话 这件事都不会发生 不一定说谁做错了 对 不一定谁做错了 我们主观上可能觉得 我们没错了 但是我们今天被带到这里来的目的 所以是有人想要我们为此认罪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就都应该投自己 厉害 厉害 我觉得可以 赞同 赞同 这个逻辑真是太绝了 没想到把这一趴 我们第二遍就过 来吧 直接投吧 请投票 请看结果 对 对了 没错 你们七个人 都要为陶小柯的死负责 当然可能不是我们的过错吧 但是都是因为我们 没有采取一些行动 然后导致了这个小柯的被害 所以其实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她的死因我们都有一部分的责任 你们可以离开了 游戏还在继续 接下来 就祝你们好运了 到餐厅了吗 又回来了 刚刚刚